有女主角的朋友都死在这场学生运动里面 她虽然没有对这场学生运动任何的评价 但是她特别提出 任何人在学生运动里面都不要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任何人在民主政治里面应该保持一个妥协和包容的空间 任何人在激情里面都要保持一些理性 因为当然在她的书中的男主角女主角在场 学生运动里面应该就是1969年1月19号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 所以她每一个书里面 她是一个非常反对军国主义的一个和平主义者 她还对学生运动就说 在学生运动里面有时候女性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对我特别提到一点 我希望在这场学生运动里面 如果包容跟妥协是某种程度的话 部长跟学生如果有对抗的话 我认为部长应该先包容 其实历史很不容易 我们只能尽可能就放原真相 是目标 后面就直接策告了 还是有所前提 她策告了 18岁以下 18岁以上反而会有记录的 就近臭年法庭没有记录的她策告 18岁以上她不策告 她现在很清楚的区分这样子 其实教育部犯有最大的错误 就是教育部长提告 而认为是中华民国教育史上 看来讲当然非常感到不堪的一页 所以我觉得她今天的策告 是一个善意 但是我认为 如果把这个善意 让大家更多人 只要是学生 不管她18、19 都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让步 你将来才会获得别人 妥协让步的空间 这点我是给吴世华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 只要是学生的身份 全部策告 好 只要是因为说你出来处理 拜托你救救孩子们 为什么直接冲着 蔡英文而来 新北市教育局长林洪娇说 前天获得勤资 林外华可能到教育部自分 她在版科当团体就提过 自己活不过20岁 掌握了勤资 吴世华说提告是要让学生说 不要被操弄 等于吴世华一开始态度 为什么那么强硬 是不是已经准备 拿来当作蓝绿的吵架粉 不要被操弄 蔡正元怎么说 蔡英文要把学生训练成 这个恐怖组织ISIS吗 林立华 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怎么说 蔡英文煽动悲剧的发生 国民党青年团怎么说 蔡英文要为此事 向台湾社会来道歉 课刚为调 召集王小波说 求求蔡英文放过孩子 整个都是在作为政治的操作 两天前就知道有可能意外 这样的一个情知 为什么 然后呢 还特别说 整个活动 或者是记者在冲进半公室的 整件事情 直接里面要蔡英文负责 有道理吗 这张图非常完整的 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世界 事情的真相 国民党有一个非常一致性的目标 也就是王小波教授说的 国家目标 但是国家目标跟国民党目标 这本来应该是两件事啊 但是他把国家目标 跟国民党目标 等同起来了 那我必须要说喔 从教育局长 这个林恒角 开始 如果你手上还在真控情知 还在对学生用这样的手段 我不禁就要回想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长大 我不晓得 那 包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洪秀柱 也在这些言论里面 继续在加码 如果我们今天真心 把克刚的这个议题 当作是一个教育的专业 来讨论的时候 老实讲 这些人不应该出场讲这些话的 我们就是回归 是不是公民的 让公民的专家 地理的 地理的专家 历史 当历史的专家 把这个克刚 克刚不是完美的 民党时代的东西也没有完美啊 也是要拿出来讨论啊 我必须要讲 台湾在这个 在这个地球的发展 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有一个 什么宪法 或者所有的 任何一个历史的解释嘛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3000年前就有原住民了 那你要写历史怎么写呢 中华民国的宪法到今天 都还不满100年喔 那是1920年代的时代的产物 这是为什么60年前 当国民党 转进到台湾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90年代 做宪法征修条文 说中华民国还会统一 这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在现实上来说 不是过去的时代 好 那回过头 为什么这件事情 在这个此时此刻 包括教育部长在内 包括国民党的立委在内 包括国民党的发言人 文传会的主委 包括主持这个克刚的王小波 字字句句 通通是往政治的方向操作 因为他们希望让这个政治的议题 发酵变成一个统獨的对立 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之争 大家不要忘记 在五个半月以后 就要进行投票 因为蔡英文主席 她曾经宣告 她要联合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一起不准提到这件事 以及民党的许多立委 他们都不断的出来说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反克当坚实道理 这些话让我们觉得 你民进党是站在一个支持的立场 可是你却是让学生站在底线 而没有负责任的出来表达 到底怎么解决 你没有负责任的告诉学生 特纲的真相 真的有他们讲的台湾史不讲吗 有说白色共古不说吗 有说刚刚米宋小姐 就当了228不讲吗 通通都在特纲里头 没有变啊 民进党应该负责任的告诉同学 真相是 真有真心的了解 台湾整个错乱的历史当中 作用我们的真相 要讲真相 我们三天咱也没来讲 但今天我不去讲这个 不是说 这些意识形态 你可以哪一天来参加我们所谈会 靠独的阵线会欢迎你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对于国家定位的依据只有宪法 因为意识形态 民进党有民党改动党法 我们俩所谓的说法 只有依据宪法 所以我不断地想要 蔡主席应该会有任何一件事情 来甘心 他们要把所有的 持作用者的罪名 通通换到蔡英文身上 可以 蔡英文可以概括承受 蔡英文也愿意概括承受 但是问题有解决吗 还是说 大家根本不想解决 现在是国民党企图要摆烂 然后让这个议题越吵越凶 对 你觉得整起世界的发展 是不是对民主党不利 不借不借得 新年代报告 你现在你看 教育部长已经先策告了 再来就是王小波 制定这个克刚微调的动机 他自己都讲出来了 对 他接受这个就做什么 微调折网 他说 克刚的修改呢 可以增强来营的内部邻居令 九合一选举 大败就是国民党失去的邻居令 现在很多来军不投票 如果克刚事情勝利 来军是会支持的 我请问一下 而且现在正在发行 其实胡院党也开过这个 开过一个会 讨论这个克刚 对整个情势的发展 他们觉得 这个对国会的选情 未必不好 可是问题是 今天克刚而为总 自己的召集的 已经讲出 他的克刚为总的动机 是为了国民党选角的时候 你还走得下去吗 今天王院长反对 今天朱立伦突然表态 但是他表态 支持临时会 今天张嘉峻在云林发言了 他回来了 他们这样一个严肃的 他们希望能够读一本 纯净的历史 而不是作为洗脑工具的时候 到底我们这些大人们 能不能给他一个这样 严肃的面对 而不是一个一个 作为政治的操作 这样一个政治操作下 到底谁得力 我们来看PCR 反正的国际的小蘋果 男人民众扭腰百分大跳小蘋果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洪秀柱 我受反克刚学生 包围照顾冲突影响 造成男嘉嘉义好选举活动 原本笑脸还吵好的他 被问起反克刚争议 立刻烦起了脸 大一看也非常难过 希望这个社会回归理性 我们应该很冷静 来看待的事情 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 然后再多做 准备的状态 买怪民进党总统 参选人蔡英文 当天凌晨就紧急 发简讯通知 取消台南竞选行程 公诉本校党中央开会 讨论百科纲议题 而同受助在嘉义的 五个公开行程 全部照就 民进党出招要求 召开临时会 立法院朝野协商 由公报部院长 王津平亲自主持 还找来教育部长 博斯瓦一起做下了开会 对八月一号 开始要实施的 这些 那些没有 能够站好一下 不过协商一个小时 朝野各持己见 民进党坚持 临时会处理 客纲争议 但国民党要求 必须加码组织改造 和务必条例 以及就业服务法 第五十二条 三个法案 才愿意召开 协商没有共识 留待八月四号 谈话会再战 国民党 都可以用国会 这些暴力 不要多说暴力 他乱讲 我们朝委不会多说暴力 是他们的少说暴力才厉害的 但客纲争与朝委党 互相较力 谁会让谁 就怕这把火继续延烧 好 我们来看看 客纲之争 会不会变成统独之争 七二十八号 这个民党精元学生靠争 然后要蔡英文支持 客纲 为调 不然就是主张台独 这个红袖柱的逻辑就是这样 他现在就是每一句话 就是对着蔡英文而来 叫他讲清楚说明白 你支持客纲为调是不是 你是不是支持 不然你是不是就主张台独 就是非黑即白 好 蔡英文呢 那当选之后 这样依照公开公明的民主程序 来改正目前执政党的错误嘛 他就说当选之后 我一定改客纲 客纲要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制定 等于跟刚刚这个王秉庸所讲的逻辑是一样的 动不动就把宪法放在这个前头 好那么蔡英文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指控喔 你要是不支持客纲为调 就主张台独 这刚才写的中控格局 够咧 不是一就是二 蔡英文就说了 这个国民党扭曲事实 强推错误百数的 刚刚污染了年轻的学子 再回应 不清楚蔡英文的内容 希望他跟我辩论喔 蔡英文就说 民进党支持反 他还不继续嘛 民进党支持反 黑箱客纲又如毛泽东 杜绝症 阻绝症的因素介入 放过小孩吧 民主不能缺少法治 但是要注意到 表达的方式 这一次 这两边 大家看喔 侯秀柱 咚咚咚咚咚 公式伶俐 蔡英文呢 只有说 不要再扭曲事实了 她说呢 要用公开通平的程序 来改正执政者的错误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局 其实 民进党是严正以待的 因为确实 如果现在很多赖的群组啊 可能 很多人觉得 因为这一区是什么朋友 这一群是什么朋友 都跟我们团帝不一样的讯息 说 他们心里非常焦虑 认为继续这样子下去 固然 鸿秀柱的基本盘可以稳住 但是他们立委 恐怕每个都要死掉 所以你的观察是说 深蓝的盘起来了 凝聚了 但是 我观察到一些蓝女朋友 浅蓝的 她们也出来觉得说 不要污染我们的孩子 对 找不 想做 克刚 你的看法想做 今天很简单 我们 我们四位候选人 全部支持反克刚 这不是主席的意思 是谁的意思 不是青民党的意思 谁的意思 我想 呃 这个 所有的国民党的 委员 包括他人讲说 江慧珍嘴巴敢讲 但是行动上 是不支持反克刚 这没办法 因为他的政党实际上这样 可是青民党 没有人交代我们说 不要支持反克刚 或者要支持反克刚 或者要支持反克刚 我们基于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的克刚 101的克刚刚过吗 那102是什么时间 就2013年吗 2013年是马英九 连任的第一年 请问 是谁 告诉你说要改人 前面你 自己修订的101课章 哦 原来后面的力量出来了 中国大陆的力量出来了 声量的力量出来了 所以这些力量就是 就是王小波 你看昨天王小波 说到我们 真是听不下去的 比刚才那位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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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先生讲的比较好 对 对 不是你卷实 代表 课上是对的 我们应该说 真正讲 应该公开透明 大家讨论 程序如果说 你 就把程序部分 来改正 至于内容 没有人说 如果你有台湾史 就不能有中国史 有中国史 就不应该有台湾史 不会 所以我觉得 可以讨论 但是不要违反这个程序 我们来看整起事件 跟太阳化 有人在做对比吗 太阳化事件之后 其实 中国方面 是有一些观察 认为 现在年轻人受的 就是台独教育 才会这样搞来搞去 这后面 到底有没有 中国的那个黑手进来 到底有没有 现在传出一种 这样的说法 我相信 大家必须要了解 马英九离他下台的日子 越来越近 那他必须 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未来 台湾影响力最大的 过去毫无疑问的是 美国 在现在因为台商 因为两岸越来越近 中国大陆 相对的影响力 也跟着增加 但是他很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或许 他在调整克刚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还有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 你要知道 慧民 对于克刚的微调 你去民间做个普遍的了解 大概 应该是一半一半 有人认为 对克刚微调 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上街头 但更有一些沉默 大方认为说 高中生嘛 你何必 修了这件事情 所以当民进党的候选人 他的民调高达40% 甚至上下的时候 洪秀都一直在维持20% 而这20% 基本上来讲 在国民党最惨的选举 而且还是控制 当时的宋楚瑜知道 巅峰状态的时候 连战都有23%的选销 但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危机感出现在哪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 当你只要用蓝绿 来做一个抗争的话 他每部的选取是可以稳住的 例如说台北四 目前7比1 你如果用蓝绿对决 统图来打的话 他至少可以到六里 二支输掉一起 但是如果说按照目前政绩 他就变成8比1 那你很可能 在这个地方 从零六到书八是十四系的差距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意识形态出现的时候 你就忘记了经济生活的困顿 你就忘记了今天 大学毕业生长会要工作 你就忘记了现在的薪水 跟二十年前一样 你就忘记了马云九的633的政界 因为意识形态 是最能够激起大家的一种抗争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当意识形态对撞的时候 只有蓝跟绿的时候 局射 宋楚瑜在未来的选举就很吸引 而这个时候 他第一个 洪秀夫的选举 其实输不会难看 第二个 张家俊感受到威胁 所以他会讲出那样的话 但是在北台湾 尤其是台北市 这一个本来是7比1 2领先的地方 到最后输掉 各位知道去年 为什么129 人家说你不是打同独吗 你不是打蓝绿吗 你不是从南也是输到北嘛 那时候的一个对手叫做 柯文哲 你可能戴他的帽子 他根本没有从政的经历 你可以说他墨绿 就会在电视辩论上 当场被柯文哲打枪 这一次没有柯文哲这种人 这一次蔡英文 大家非常清楚 你就是民进大大武器 你在这个政坛存在 你超过15年以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像柯文哲那种 你打蓝绿打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柯文哲 过去是在台大地下室 当阻列尼斯的 他是装叶克摩的 所以那种蓝绿的对决 从台北蔓延到新北 蔓延到桃园 甚至跟着台中也输掉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战略的高度来看的话 这个后面 为什么可以国民党团站出来 洪秀夫站出来 总统站出来 就是因为这场选战 它起码最后的方式 国民党不是 希望成为泡沫党的话 要成为在野党的话 那就是靠蓝绿跟土度 把基本团拉不来 所以你说 这个整个事情发展至今的时候 他立法院也说 立法院是有权战缓克纲的 他会扮演什么角色 他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我记得王宇宇这次的扮演的动作 我真的是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是不同的王宇宇出现了 大家就叫王宇宇总要强硬起来 他果然强硬起来 在那个林文华这个制粉的第一天 他的这个点书上面 都不同其他国民党 马上用黑的 然后用荒与伞去表达他的哀悼 然后隔天隔天民养 或者隔两天嘛 就讲到说要开零食会 那他就马上说同意 然后礼拜一就要开座谈会 因为开零食会之前 会有一个座谈会 就说要怎样 要零食会 要开哪些法案的内容 在座谈会里头确定这样子 所以他的态度非常明显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 你知道吗 他还那种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惊讶 他竟然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把那个教育部 104年的公文找出来 103年的公文 假如委您做破争公文拿出来 他告诉教育部 你根本就是违法 好